今天做 seule食品 今天主意吃什麼? 我們快去駕駛食 持 conj味的食物 大浪線о廓線就有空了 哦,是的 以前有朋友叫我去找食物,我打死都不去 因为太麻烦了,现在开通过地铁,有不同的说法 这次来要吃一家叫周纪柳洲螺丝粉 有人说他们的口味是广州最好吃的螺丝粉 是不是?未必 但在广单上,是爆人区粥粉面口味榜 这个可能有迹可尋 而且还会藏在城中村里 以前在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 再进来同德围已经不方便 再进城中村是更加不方便的 查了一下渡航,地铁,过来店铺行三分钟 240米左右,近了很多 基本上是断定前排队的地方斜对面 因为很多人都说人气比较高 虽然这里有很多东西吃,但人气比较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比较窄 另外一个原因仍然是厚味和价格 其实店面不算很大 现在这里有四张桌子,对面有六张桌子 都坐满了 现在来没什么洋 等一下来就两边都排嘛 都没位置坐 晚上会更多人呢 晚上会更多 为人付收款 排池要排半个小时 好美的汤 那汤是古葡萄汤来的 老板这个食材都是从广西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什么食材 粉啊那些 粉对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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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很酸 很爽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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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汤汁是比较浓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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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汤汁是它的灵魂 有些地方的螺丝粉汤 会很稀 你会感觉到 那些汤汁是否最好吃的 我不敢说 我真的不敢说 刚刚新鲜出来 肥的甘香 脆的地方 又叫酥香 性价比很高的是什么呢 这盒酸笋 是可以加的 刚才我们问了一些顾客 有很多地方的酸笋 要加钱 有大方 这个是叉烧的 跟传统的叉烧 是不一样的 大礼 十几条叉烧 薄薄的一层 腐竹 酸笋 青菜 我告诉你 我一个人吃不到一碗 它的份量很足够 我这个粉 很酸 我会和别人分享 我一个人吃不到 这个应该是我吃过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麻烦了 以为我吃到美国 好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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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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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 要跳反 要慢慢滲 滲 很难 大家围桌 都是股东 史上 最逼劫股东 我看得到 六个人 曾老板 没有办法 在这个地方 已经遇到 四、五对 我们的股东 所以 信众要求 请他们吃老蛋 和喝汽水 好吗 多谢曾老板 多谢老板 多谢老板 完成了 多谢老板 多谢老板 没试过 这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欢迎你带我 请你去喝东西 三、二、一 请你去喝东西 哈哈哈哈 真是值钱 我基确 我很喜欢看你 是吗 我喜欢你来 是吗 你不想来 一来就见你 我感觉你很亲切 哈哈哈 好开心 哈哈 还想吃什么 哇 好 算了 算了 就有这些肉粹了 如果我去吃M10牛扒,我都觉得你很新鲜 我看我们的节目,有时候去到店铺 在我们的节目,我都很开心,很感恩 所以刚才的状态很开心 很开心,因为我来拍蛋 首先,地铁八号市延长线开通了之后 可以令到找食物的朋友和拍美食的朋友 都可以延长很多地方,方便了很多 这间店铺,我们也有问过很多食客 他们都说,这样的性价比,十多,十三、十四块 这样的价格,然后有这么大的份量 就来准备出来的那种感觉 当然很开心的是,这里也收获了不少欢乐 这个环境是有原因的 如果我们去一些很高档的地方,很难会有这样的场景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很近距离 大家都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吃东西 去说话,这样才可以暢所容言 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我们品成记 记住,我是嘉昕 我是嘉昕 大臭 刚才那个阿姨也是 我有看你的,哎呀,你吃过这些蟹 真是很开心,一看就不是我了 好,这里是品成记,不同的平台,点击关注 下次更新,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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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